慈濟聚工載著簡先生 一路前往他最心心念念的地方 緬懷想念的爸媽 阿公阿嬤及阿祖 簡先生放下心裡的牽掛 六年前罹患大腸癌後 體力大不如前 要自己外出非常困難 志工二話不說幫助圓夢 他也想到金絲金社看看長期陪伴他的慈濟家人 心靈的故鄉和金社法師的對談 更讓心情輕鬆不少 所以透過這個方式 其實讓老人家出去走走也好 然後可以讓他的身心 能力獲得一些知識 兩年前曾到家裡陪伴家訪的 慈大社工系學生也驚喜現身 開心瞭往事就像自己的孫女一樣 齊聚一堂歡慶七十大壽 這一刻簡先生覺得好溫暖 能有這麼多人陪伴 他開心地把生日願望分給大家 祝福所有人平安健康 大愛新聞 珍珊美之公范呂昭張陽川 花蓮報導